农年春节快要到了 辛苦奔布了一年 想必大家都有难来的收获 一切普通的交接班 是他们24小时的承诺 您好 这里是一公里洗车 24小时服务热线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不分昼夜 只为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们晚班时间是 晚上9点钟到早上7点 晚上也经常会看到老板的声音 又有人要出发 这应该是他这一年出差的第98次 喂 我现在马上登机了 9点到 上班时间我们见面聊 作为办公室管家 他每天8点就会来到公司 作为两个孩子的爸爸 他也多了一份责任 等下9点有个会 会一次准备一下 他每天都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 带领大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是他的常态 可能往那一丢什么事 就是团队比较大的拓展应该是 还是要重新到一件进程 我们落一程 然后我们搞一个开程机器 花几千倍 就好 表正好 才真正影响到这个文化的认可 轨道尺寸中心距离3米2 郑伟同学既要兼顾家庭 也要兼顾工作 但今年通过他的努力 也做出了全公司 交付第一的好成绩 顶刷 侧刷 喷水 泡沫测试正常 这个电机有点老了 我们要赶紧给它换掉 他刚刚升级为爸爸 为了推广运行 新的运营方案 几乎每天都在加班 走 我们去下个店 他每周辗转各个工厂与公司 为保证生产质量 它总是冲在前线 这三台中油BP的设备 2月1号之前发后没问题吧 没问题在这边 我们把标准的线明确掉 这样子的100程度 海外这条线的产品结构 最重要最核心的 还是洗车支付的这一部分 给我们的客户去提供 灵活的站联的信息配置 时差的关系 他还在与海外的同学 对接市场需求 你那边对接的怎么样了 对接的一切正常 好的 好的 马上过年了 大家都想把车洗得干干净净 我们也是加班加点排查 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马上过年了 今年安排了个旅游 又要继续飞了 今年过年的话呢 是不打算回家 因为过年期间的话呢 有些客户的问题 需要得到一些解决 我是江苏镇江人 然后因为我工作原因的话 涉及的内容会比较多 所以我可能会忙到年30 我老家是哈尔滨的 哈尔滨今年挺火的 但是今年我可能回不去了 我家是福建那边的 然后我是做技术的 这边会忙到年30 初一会赶回去 我重庆的 今年生产订单已经完成了 能回家 我票都订好了 我老家江西 我老家安徽 我们过年都可以回老家 新年快乐 拜拜 这一年 大家以不同职责担当同样的使命 谢谢这一年的不懈付出 让冰冷的机器 有了温度 谢谢你 与佳人 2024 让我们一起 携手再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